这个女人看着眼前 要送自己礼物的干儿子 只是迟一片刻后 便打开了装着礼物的篮子 只见鲜艳的鱼嘴里塞满了子弹 挑衅的味道不言而喻 然而下一秒唐夫人就将鱼给炖了 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这时唐宁眼神狠毒地坐在母亲前面 她清楚这个慈眉善目的母亲 正是林家灭门案的主谋 然而唐夫人却只是 若无其事地和珍珍聊起家常 然而这只是暴风雨前夕 此时另一边廖队长也查到了 林家消失的那30亿最终去向 这笔钱先是进了林夫人在日本的账户 然后在海外洗了一圈之后 接着就转到了唐宁的户头上 最后全部拿去买了里水的地 显然唐夫人设了一个惊天骗局 那些官员不仅没有买到地发大财 反而全部进了老妖婆设的局 钱都进入了唐夫人的口袋 当然这一切唐宁是不知情的 她同样是母亲的一颗棋子而已 此时廖队长还不明白林家的灭门案 和这一切究竟存在什么联系 但可以肯定只要找到逃跑的那个人 就能揭开所有的